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催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李健打了我一耳光 就在刚才,只因为我想拿出二十万贴补弟弟重新选房 他说我是伏地魔,只想娘家过好 还训斥我吃婆家喝婆家 竟然还敢偷偷攒那么多钱不吭声 甚至还要我当场把钱拿出来 给婆婆回老家盖房子 那一刻我真的迷茫了 难道女人进入婚姻后挣的每一分钱 都只能是婆家的私有财产 我叫陈小卢 前二十年是正儿八经的乡下姑娘 能在三十多岁的年龄变成一个住高档小区 每天电梯上下,私家车代步,大公司上班的城市人 爸爸和弟弟功不可没 我家里人员简单,妈妈因病去世早 爸爸怕找个后妈对我儿不好 所以独自养育我和弟弟长大 爸爸是高中生 因为他那个年代的特殊原因 被迫放弃了 上大学的机会回乡务农 一辈子和黄土疙瘩打交道 因为吃过了乡下生活的苦 所以爸爸对我和弟弟的学习特别重视 直到现在,我还能耳收拾能详 他经常说的那句话 邻居有亲戚有,最后都不如自己有 想让自己将来过得比其他人轻松 一定得好好学习 从这山人窝窝走出去 那些年,为了我和弟弟的学习 爸爸做过很多苦活,累活 为了多挣三十块钱 三福天顶着四十多度的高温 在砖窑里拉桩块 哪次出窑口不像刚从水里刚捞出来一样 他还去建筑工地捡破烂 每次一有垃圾倒下来 就像一头看到猎物的狮子呼地扑上去 一截铁丝,半张铁皮都是宝贝 甚至还因为手脚太快 扒拉得太多被其他捡破烂的人 合伙打了一顿 到现在右手手背上 还能看见那条缝子缝了五针的伤口 认识的人劝爸爸 男娃子念书啊,理所应当 那是将来给咱们啊,顶门立护的 女孩子能认识几个字就行了 养得太出息,将来都是便宜婆家 你一个女人早死的大男人 有供闺女念书的钱 还不如攒着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 那年我十六,躲在房门后 听他们劝爸爸,心里紧张的敲鼓一般 千万不能听他们的话 村子那些和我同龄的小姑娘 活得太惨了 十五六的一个个就说了婆家 伺候男人生孩子 那样的日子我不想过 幸好我爸不听 不管他们怎么劝都只是一句话 我家没那规矩 姐姐俩就算念到北京 那一段肠子也供 有了爸爸的保证 我信心大增 一路从重点小学 中学 高中 念到后来的九八五高校 虽然算不上特别拔尖 可也是真正 算得上学业有成 但比我小两岁的弟弟 情况就有点惨了 不爱念书 因为经常写作业写不完 被老师罚站 学校里没精打采 一放学就像鱼儿游进大海 书包往门口一扔 不是跟着大人们上山下河 就是村口大树底下玩着扑克 气得爸爸不知道 都打断了多少根竹子条 可不管再打 弟弟念书的尽头还是提不上去 后来实在没办法 爸爸心一横 把他送进了气修厂学手艺 万人眼里 好像只有我才是这个家的风光无限 可他们哪里知道 我风光念书背后 是弟弟的一次又一次付出 那会儿爸爸因为 长期干太重的体力活 落下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 在家里休养 一下子家里的重担 全部压在了稚嫩弟弟的肩膀上 我怕弟弟承担不起 便跟爸爸商量 不想念书了 甚至还找到了村子里一个 在南方打工的女孩 求她带我一起出去挣钱 可就在我悄悄准备行李的时候 弟弟出现了 堵在门口使劲地挺直他瘦削的背 姐 爸 挣不到钱 还有我呢 你啥都不要管 好好念书就行 说着还掏出一袋钱 说是老板刚发的一个月工资 看着这个刚刚十六岁 确定在家里 勇敢承担起责任的小男人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不是因为 家里还有个姐姐需要供养 他也可以和那些同龄的孩子一样 就算是不念书 也可以先去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 根本不需要整天钻到车底下 辛苦挣钱 我曾经算过一笔账 从第一次接过弟弟的工资 到我正式参加工作 每年要花他八千块钱 这还不算毕业后 因为专业不对口 莉莉偷偷找朋友 找关系 想办法给我找工作 洒出去的冤枉钱 如果这些钱不用在我身上 弟弟绝对可以早早在县城 全款买一套房子 哪里会有后来 处处纠结 把房子选在偏远地段的糟心 毕竟那会儿县城 房地产刚起步 市中心的房子也只有十万 但这些惆怅 弟弟在我面前 一个字都没有提过 反而处处以 有个念书好的姐姐为荣 那会儿我跟弟弟保证 姐参加工作后 和你一起养家 不光爸爸养老我包了 到时候还要买一大套房子 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可没有想到 参加工作三个月后 还没有等开始孝敬爸爸呢 我就成了别人家的儿媳妇 李健是我的客户 我们经历相同 都是乡下孩子努力积了城 也许是因为有共同语言 我和李健从乡识到完婚 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当然 这让我们的婚姻埋下了货根 毕竟那么短的时间 想真正了解清楚一个人 太浅薄了 听说我准备结婚 爸爸和弟弟的态度 有明显的不同 爸爸很生气 埋怨工作刚稳定就结婚 形势太草率 力的反应却正常许多 尽管有过刹那的惊讶 可到底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说只要我幸福就好 想想挺可悲的 两个男人交替的辛苦付出 好不容易把我供养出来 还没等感受收获的幸福 立马就成了别人家里的人 那种伤心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 只可惜 那会儿我傻傻的 沉浸在我和李健的恩爱中 直接选择了漠视他们的感受 直到在婚礼那天 看着人群中 步伐蹒跚着爸爸 眼睛盯着我 就没离开过的弟弟 我才瞬间被后悔包围 如果迟一点和李健结婚 我是不是可以帮着 爸爸和弟弟实现所有愿望 那会儿李健还温柔地安慰我 说嫁人了一样可以照顾娘家 不管小舅子有任何需要 他绝对第一个出手相助 可弟弟根本没给我们出手相助的机会 那会儿弟弟已经有自己的气修场 经济上宽悦很多 对我的出嫁 他不仅没有一句怨言 反而还特别大度的安慰 放心姐 好好和姐夫过日子 家里有我 爸不用你操心 他说到了也做到了 真没有让我操一点心 爸爸住院全部安排好 才打电话通知我 店里资金不够宁愿从朋友跟前周转 也不愿意跟我开口 就算是我知道后硬送过去两万块钱 他也是转身就送了回来 我埋怨他亲姐弟还算得轻 他嘿嘿一笑 说自己是男人了 不能什么事都找出嫁了的姐姐帮忙 那样会让姐夫有误会 尽管气他死脑筋 但到底前面做的都不是什么大事 可我没有想到 在买房子这件大事上 人家还是不吭气 要不是我有朋友刚好在那家设楼不工作看见 恐怕这事又得被我弟弟忙过去了 朋友说弟弟原先选的 是另外一个优质小区的13楼 可因为首付款超过了预算太多 无奈之下只得考虑了他们这个三类小区的1楼或者顶楼 买过房子的都知道 1楼顶楼呢是大计 一个潮湿不堪 一个随时会遇上漏水 真要买了那后续问题肯定不断 住着也不会舒心 我很激动这次终于等到了回报爸爸和弟弟的机会 可没想到 本着夫妻坦诚相待的目的 跟李健说了 想拿给弟弟20万买房的事呢 却被他怒气冲冲的一顿嘲讽 你也想当福地魔是不是 还20万 你真是好大的威风 咱俩过日子几年了 如不是这回你弟弟买房 这笔钱你是不是准备我死了再拿出来 啊说话 那刻的李健像魔鬼 我解释说 这钱是前几年公司发奖金后 托付朋友买基金赚到的 没想瞒着他 再说虽然我是攒着那笔钱 可结婚这几年 家里的吃穿用度 需要花费的我也没少掏呀 每月给婆婆的零用钱2000块钱 是我的 家里的日常零用也是我的 就连水费电费也是绑定我的银行卡 李健眼珠子气的都能瞪出来 这些钱不应该是你花吗 炸鸡随鸡架狗随狗 你竟然嫁给我 那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老李家的 如果不是我亲耳所听 真是难以想象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 竟然会说出这么封建思想厚重的话来 只要嫁了人女人所有的一切 就会成为男人的私有财产 我不想再跟他白扯 拿起茶几商的银行卡就要走 没想到恼羞成怒的李健 啪的一个耳光就过来了 夹杂着怒气的重击 瞬间让我头冤眼花 陈小如我告诉你 这20万也算是婚内财产 作为你的丈夫 我有权利知道他的去向 对他更有支配权 如果你这次敢把他给了你弟弟 咱们立马离婚 我不光要你净身出户 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你是个福利魔 让你爸到死都抬不起头 让你弟一辈子都娶不上媳妇 李健的目光 让我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看到了 人性最根本最卑劣的地方 自私 就因为我嫁进这个门 所以我拥有的一切 顺利成章的只能属于婆家 想想这是奇怪 这个男人为什么都不愿意摸着良心扪心自问 凭什么我挣的钱必须得由他来支配 爸爸辛苦养我一场 弟弟努力供完我上完大学 如今他们需要帮助 如果我真的置之不理 那真是活得猪狗不如了 很敢巧 找到弟弟的时候 他正在打电话借钱 他肯定也是知道房子楼层弊端的 只是意识还无法凑齐 换房子后的首付款 我把从银行取出来的钱 放在油乌乌的工作台上 他有点懵 说话都有点结结巴巴 姐 你 你把这么多钱借给我 姐夫知道吗 他愿不愿意 我戴着口罩的嘴角 不由的抽动下 幸亏现在是疫情期间 可以借着口罩遮挡 我被李健一耳光厚 肿胀的脸霞 要不然 被弟弟看见 他一定会立马的就去找李健算账了 但是这一回 我想自己了结一切 看我不说话 弟弟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姐 其实买房子前 我跟姐夫借过钱 只是没敢跟你说 我听着愣住了 这事李健根本没提过 弟弟解释说 是他嘱咐姐夫不让我说的 就是怕我担心 那会儿啊 他是想买稍微好一点的小区楼层 毕竟爸爸年龄大了 腿脚也不好 买在市区呢 他们去哪都方便 可没有想到 他把姐夫看作自家人 能雪中送炭 谁料人家是 他不是连表面功夫都不做 口口声声 都是难处 说到底就是四个字 无能为力 为这个 他还被爸爸狠狠训了一顿 爸说有多的能力干多的事 多的碗吃多少饭 你姐夫说没有 那肯定就是没有 别因为这事 让你姐和姐夫有矛盾 我眼泪差点夺框而出 这就是我的家人 心甘情愿为我付出 却从来不舍得 让我受一点点麻烦 手指磨砂的那些钱 弟弟语气坚定 姐 这些钱我写戒条 绝对不会让你为难 说着 他黑黑一笑 我可不愿意 人家背后说 你只顾的娘家 是个福利膜 这傻弟弟 姐是一直想做福利膜 可惜你不给我机会啊 那天和弟弟分开后 我先去医院做了座 验商检查 然后回家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把一张离婚协议书 留给了李健 该我得的东西 他一分别想少 至于我给弟弟的二十万 他也别想得到一分钱 也许是天意 当年奖金发下来后 我在银行办理基金时 直接用的是弟弟身份证 本来呢 是想把这笔钱 在他结婚时候给的 没想到现在用到了买房上 弟弟的钱给弟弟本人用 理所应当 最后用一句话 结束这个福利膜的故事 来到这个世上 每个人都该有一份自己的孝心 嫁出去的女儿 也不是泼出去的水 即便是婚姻 也不该让女儿 忘记娘家人的恩情 当然 不是让你付出所有 只是让你在自己幸福的时候 能适当的 让父母和家人 也感受到一点点爱 足矣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的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呢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书名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